你問我答 睡一睡平安 歡迎收聽 搖寧缸時間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 你問我答 大家知道我們經常談論的稅 其實都比較偏向於所得稅 聯邦所得稅 或者像我們德州是沒有了 其他州有州的所得稅 可是除此以外還有各種不同的稅 這個我們經常不是很關心 因為好像跟自己報稅沒什麼關係 其實很多情況下是有關係的 也會引起後面一些事情 今天我們討論的這位朋友的問題是這樣的 他說 我已經做了11年的生意了 現在快退休了 可是社安局送來的報告裡說 我沒有報稅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每個季度都會有報銷售稅 一年下來的銀額至少也在2萬到3萬塊錢 每年都是這個樣子的這麼多年來 那麼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情況 HR Block的話也沒有跟我說明這個情況 現在他們結束了我也找不到人 我想知道一下是大概什麼原因 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這個事情的話確實是很大的影響 如果你是講到退休的話 如果社安局那邊認為你沒有交過稅的話 那麼你就是拿不到退休的credit 因為至少它要有10年以上 因為它那個credit是每年可以拿4個點 那麼也就是說你拿滿40個點才可以退休 拿退休金 拿那個就是Medicare的福利 這個的話呢 就是說你已經11年了 本來如果正常報稅 如果你每年有2萬3萬的收入的話 那麼是正常可以拿到退休金和保險 可是你現在的情況 我覺得是最大的問題是 你說的2萬3萬是你的銷售的營業稅 營業稅跟那個聯邦是沒有這些關係的 那麼營業稅的話呢 只是說你有多少營業 那麼州政府會給你收 像我們在休斯頓地區有8.25的那個稅 大家都知道 那麼這個呢 是給州政府的籌的稅 跟聯邦沒有關係 跟你的social security也沒有關係 而抽social security 往往是這樣子的 如果你是做這樣的話呢 如果是一個公司的話呢 另當別論 公司呢 你自己有沒有發工資 我沒發工資 那當然也沒有這個 如果你是個人的 就是說公司 solar proprietorship 就說 那麼只要看 你最後淨盈利是多少 你的2萬到3萬的收入 甚至4萬5萬6萬7萬都沒有關係 這個是你的營業稅 你做這個營業的時候 你是需要成本的 你要買貨 對不對 那麼要租那個商店的那個圖面 對不對 各種各樣的開支 結束以後 剩餘的錢是你真正的淨盈利 這個淨盈利呢 會給你帶來 就是所謂的社安的那個福利的那個點的計算 但是 如果你舉個例子講 你是做了4萬的生意 可是你的產生的那個費用 是4萬億 4萬2 4萬3 那麼你會產生虧損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社安局那個記錄裡頭 你是沒有交任何社安稅 並不是說你沒有報聯邦所得稅 聯邦所得稅是另外的 所以呢 你會產生這個 你覺得很奇怪的情況 這個是一個 你這個情況的 當然我也碰到過有很多人 也跟你不太一樣 那他沒有別的收入 他都是出租房屋 出租房屋的時候 每年都是有一定的收入 有年虧 有年賺 有年賺 然後最後報稅 結果也是這個樣子 他說 哎 我每年多報索的稅 好幾萬的收入都有稅的 到最後也沒有 因為你的出租房屋的那個收入 往往不是作為就是那個 self-in payment income 不交這個稅的 那這個時候呢 也會產生這個情況 而這個情況的話呢 會導致到退休的時候有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要根據自己的情況看一下 有的時候呢 你會要可能要做一些別的工作 比如說你出租房屋 那我反正不是每天每天都要在那工作 你可以找點別的工作做作 那麼交點這個算稅以後呢 可以讓你能解決這個問題 那您現在是自己做生意 那可能抽不出時間做別的 那這個呢 也是沒辦法 另外還有一個呢 如果你夫妻兩個不是同事做這個 另外一個是有在公司做有收入的話 那也肯定可以解決問題 雖然您這邊沒有 但您可以根據配偶的情況來享受這個 如果配偶滿了的話 你也會滿這個點 然後呢 你也可以享受Medicare 同時呢 退休金也可以享受一部分 一般是根據這個情況呢 就是說你的配偶可以拿的退休金 你可以拿他的50% 這樣的話呢 也可以解決您這個問題 但是呢 現在已經是一年過去了 你都要準備退休了 那麼你要靠你自己再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可能是比較困難 當然你如果實在沒辦法 那就現在開始要去做一點 能夠讓你得到這個Credit的這個工作 然後呢 推遲再等十年才能正式退休 天明這段時間就不可以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況 我們今天這個問題呢 就簡單的跟大家分享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去收聽 我們下個禮拜二這個時候再見 我們下個月